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独立特派员 我是陈婷宇 节目一开始要带您来看一连串的劳工抗争事件 桃园的联傅老员工被追讨一笔16年前的贷款 劳委会还在协调当中 而在苗栗的华龙罢工则是现在进行事 已经快要100天了 当年苗栗头份的华龙公司 可是个人人想进去的大公司 有人16岁就来了一待半世纪快50年的时间 十多年前他们经历过被减薪 没有年终奖金 甚至为了感激笑还得累出了一身病痛 还是无怨无悔的撑下去 但今天他们换来的却是要放弃资遣费 年终奖金以及所有的退休金和年资 才能到对面的访安公司来工作 这十几年来的心血可以说是完全付诸流水 这一百多天他们走过了总统府 行政院立法院还有老委会 为了只是想要追回打了八折的资遣费 还有打了六折的退休金 究竟政府的机制为什么失灵了 公权力又在哪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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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跟他拼了这条命下去了 我也甘愿了 历经徒步百公里 两次球剑马总统 一次又一次北上陳情 三百多位華瓏報工員工 等了89天之後 終於在9月2號 等到了老委會主委王如璇了 我們一起加油吧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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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希望不要打折了 因為我們已經戰鬥那麼久 來快三個月了 我在這邊坐了90天 真的很心酸 鏡頭轉往另外一邊 等了90天 兩百多位放棄退休金資遣費 轉到訪案的陳華龍員工 9月3號這一天 也等到開工了 我們要上班 我們要上班 我們要工作 我們的訴求就很簡單 我們要工作而已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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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龍風會在把工 我龍風會在把工 說怕就怕 說敢就敢 管他流血流汗 管他流血流汗 要受老翁 欺負員工 翁家兄弟 趕快再過 煩我關他們 煩我 煩我 許阿全 煩我 許阿全 9月6號已經罷工 第93天的華龍員工 跟森園的學生 套上繩子 手勾著手 集體坐著 或躺在華龍公司 頭份二分場的門口 企圖用肉身 擋住訪案出貨 6月6號開始罷工 所以我們後面就一直沒辦法出貨 那這部分的損失 客戶就沒辦法交貨給他 他就很急 當然是要擋他出貨 這是我們五月份做的貨 對不對 他昨天才 昨天才送電 今天要出貨 有可能嗎 他有可能做 做得出來的貨嗎 現展公司 槍衣把收證 開上混證 請非相關人員請開 等著一定收證 請請訴訟 請勿住戶 前展公司人員 就收證位置 進行收證 雙方張持一整天之後 傍晚警方進行強制驅離 爆發第一波的衝突 造成部分群眾受傷受疑 為避免衝突擴大 第二波的驅離行動 踩煞車 這就是防安之方 還有華龍之方 他們連鎖的共謀 要搞分泌 現場的領域方 訪安的員工在場內立起牌子 上面寫著 訪安要出貨 華龍不要擋 我們要上班 我們要工作 訪安三百四十個員工 要爭取工作權 以表達他們的心聲 做了二十四年又九個月 我看到他柔起 柔塌 你說我心裡不感受嗎 感受不深嗎 我感受很深 我感受很深 但是又怎麼樣 華龍公司還有一千多個 等了領退休金 等了領退休金 大概還有八億 最大的心聲就是我們要工作錢 這是華龍罷工九十三天以來 華龍員工跟訪案爆發最激烈的衝突 成立於一九六七年的華龍紡織 曾經名列十大名義企業 早期是頭分地區 仍然想進來的大公司 但好景不長 一九九七年華龍開始凍結薪水的調漲 一九九九年取消年終獎金 兩千零四年十四利潤中心制 員工的薪水被縮水 多著甚至有三成 像我做了三十幾年 在說領不到三萬塊 勞健保扣除的話 就領不到三萬塊錢 就這樣 所以像我老婆 她就領個基本工資而已 一八七八零 像一個家庭 三個小孩要上學 還有房貸 我十八歲進場 我今年六十一歲 那痛到這樣的那個 就很心痛啊 參與罷工的華龍員工 多數的年資在二十至三十年之間 集中做最久的林玉蓮 已經四十七年了 今年六月中旬 她正準備申請退休 鄭飯堅 四十七年了 第二排 十六歲 我是比較支持我們工廠工會 其實他們去年十一月就表決罷工通過了 那一直沒有罷工的原因是說 希望能夠跟戶主做一個協商 那從二三月之左右呢 那戶主就把這些要求這些人放棄 之前被退休金 拋棄 然後到訪安工作 那這個行為呢 造成 公會認為說 再不做罷工行動的話 那未來 這個團結界沒有行使 會被瓦解的 從六月六號開始 不管是烈日當空 還是颳風下雨 三百多位華龍員工就死守在這裡 堅持不退 其中有三分之二是女性 三個月過去了 他們的希望就像掛在這裡的布條 悬在半空中 風雨飄揚 青春在華龍 還我棺材本 勞工受害 政府何在 九月一號 華龍員工再度來到苗栗客家文化園區 南路城勤 這已經是他們第二次向馬總統告狀了 但是他們跟深遠的學生 被上百名警察擋在三十公尺之外 只能遠遠看著總統的坐車經過 勞工受害 政府何在 勞工受害 政府何在 勞工受害 政府何在 行政院站出來 行政院站出來 法務部站出來 法務部站出來 高威凱先生 翁道明先生 你的華龍是誰 違反即位而是哪 違反勞動機存法 我們是華龍公衛 華龍公衛 一年九月一日 現在是八公八十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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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命令你 馬上給我退休金資訊分 我老的行人 你敢在 華龍公衛代表要見馬總統 卻被勞委會拉到一旁 談條件才可以放行 各位會員 那個有一個條件 你們要答應我 就是陳情書 現在主委已經安排 我見馬總統了 等一下 陳情書交給他以後 你們全部就 回到我們頭份 這樣可以嗎 可以 那這樣我現在就進去了 我跟馬總統報告說 那你們有資源有公權力的 如果資方擺爛 不出面 你們真的一點辦法都沒有 我叫我馬總統 要拿出他的公權力 還有鋪利 9月3號一早 華龍罷工棚外 幾個人圍在一起 刷起抗議布條 棚內則唱歌打氣 不過就在前方不演 華龍頭份二分場側門 已經掛起 訪安要開工的紅布條 訪安員工陸陸續續 往側門集中 中華民國 101年9月3日 訪安股份有限公司 開工典禮開始 今天我們在這邊 也請各單位的部門 我們今天開始全部要動起來 我們這些退休金還有資錢費 還有我們5月份的薪水資金都還沒有發放給我們 導致於我們已經很多華龍的會員已經沒辦法生存下去了 這是誰造成的 一個月可能還勉強可以 已經拖了三個月 我們沒有辦法那個 否則我們對340多名員工怎麼樣 是交代 對不對 對我們的客戶廠商怎麼交代 客戶廠商也都跟我們要賠償了 同意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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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不同意193票 大於大於 同意的一百四十八票 不同意的 四票兩張 OK 大家了解 華龍公會在8月22號以投票方式 否決了國民黨立委徐浩昌協調的五成退休金 資金費之後 訪安的員工也開始組製救會 到了8月底 他們看起來還沒有要善而易事 所以我們公司就說 要不要成立一個製救會 來 等於說我們要工作前 我們就是很簡單 我們要工作前 那訪安這些員工也是大概都有這種想法 主要是要長期有工作 華龍訪安到底是什麼關係 他們到底是華龍老員工所強調的同一個公司 還是各自獨立 這個問題 從去年華龍頭份總廠被拍賣掉 就被員工提出強烈的質疑 基本上華龍員工在他總廠關掉 99年關的時候 被法院拍賣的時候 他們本來有提出異議 那這些人 離到二分廠所謂的法安去工作的話 基本上 是一種不合法的行為 因為勞務的專屬性 簡單的說 重點的一個才是 因為有華龍工會罷工 他資方 目前這幾個月對他非常好 因為 正因為對他好 才會吸引更多人進來 放棄罷工 所以他們其實也必須要感謝華龍工會的罷工 這樣的混淆狀況是誰造成的 政府有沒有責任 除此之外 過去華龍資方 為按時提撥主額的退休金 政府似乎也束手無策 發動公司在我們要歷幾十年 以前都正常的 這種永遠不正常 利息都繳不出來 薪資都發不出來的時候 他就提不出來了 提不出來 當然我們也有一些作為去吹他 或是罰他 也沒有用 真的 怎麼講 銀行的利息也繳不出來了 我們總經理 我們總經理的老婆 還有我們副總經理的老婆 還有我們總長的老婆 都是老師 都是公務人員 那你可以叫他們 同樣可以叫他們 放棄他們的退休金嗎 如果叫他放棄 罰龍的年資 轉到訪問公司去 也是 我想應該是不合理 應該最好的辦法是 罰龍公司把他的年資截清 然後轉到訪問公司去 是最合理的 佔地約三萬多坪的頭份總場 去年七月有苗栗縣副議長陳明朝 以十五億元得標 媒體報道 華龍土地變更之後 將可獲利近百億 華龍員工只爭取八成的資險費 六成的退休金 總數加起來 也只有2.6億而已 外界希望苗栗縣政府跟明代 可以說清楚 講明白 那這土地一轉手一變更有那麼龐大的利益 到底當初這個買賣條件是怎麼談的 為什麼現在這個業主 又是民意代表 然後又介入這個 這個這個他們的集團 又介入這個這個協商談判的這個過程 這個角色的混淆 讓人感覺說這中間內情好像不單純 我跟縣長跟許耀昌委員 主要就是一直請華龍員工 他們要考慮清楚 就是說華龍本身現在已經在清算的程序 如果清算完畢以後 他是那個負債非常多的時候 他兩手一攤 那麼所有員工 那個不管退休金或是資金 一毛錢都拿不到 所以包括許委員 包括縣長 都是很重視華龍員工 他們的權益 所以才會一直要求說 他們是不是五成能不能接受 那塊地多大 然後未來要怎麼開發 這個要等拆除完畢以後 我們才會進行開發 華龍的勞資爭議還未解決 土地進行變更審查之前 苗栗縣政府難道沒有可以作為的空間嗎 當初華龍要結束綜合廠 跟英格廠又是怎麼做到的 那英格廠在關廠的時候 那個就是蘇珊商店長 就是說他會變更為工商綜合期 那這個現場斬金解鐵的講說 如果這個勞資爭議沒有解決的話 地募變更就不可能核准 使用指導也不可能核准 在這種情況下 在婴儿肠中拿到合理的 这个之前费跟最佣金 谢谢官司 我答应你们 他们没一定会来 谢谢 谢谢 因为到场官司的 我们会再召参一次的跨部队的协调会议 我们都会提出一些看法 希望我们的调查局 希望我们的经管会 其实可以帮我们查一下 华龙整个 他的财务的状况 他被掏空的原因 然后是不是有一些 不法的一些行为存在 我们像你单位去跟银行联系 会去跟他拜访 跟银行来谈 不管他拍卖结果如何 有没有可能银行在要人他债权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部份 有一部份可以给你员工 我们要一个一起加油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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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我们的那个王主委他签论他签论 他签论终于下班了 王主委临走前 要华龙员工一起加油 问题是他们已经努力三个月了 老委会的公权力又在哪里 他的承诺 华龙员工有信心吗 其实一半一半 有些员工也是应该是有希望 有些认为说还是没有效 我不相信他会有什么措施可以帮助我 他有过来这边 我一定要叫他签 因为这是一个证据 做了二十几年 今天被他这样黑心的老板 没有无情无欲这样子 为什么法律是政府定的 而且为什么不依法执行 劳工会争不到一毛钱 所以他们就是很感叹的 现在最新消息是 9月9号劳资双方达成协议 资方决定要支付 打了折的包括了五月份的薪资 资险费以及退休金共1.95亿 不过这已经比工会自己计算的 又少了六千万 这两天员工们开始核对 自己可以领的费用 签字完毕后 如果9月13号第一笔钱兑现 罢工就会结束 但是事实上 之前有800多位已经退休的 华龙老员工 他们是没有领到退休金的 独立特派员会继续来关心这个事件 现在稍等一会儿还有更多报道 我会订阅一下